她是五届央视春晚的总导演 无数的明星在她的节目中一炮而红 她是周恩来总理的直席 周恩来与邓颖超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是我的精神之重 这是当时周总理去世之后 邓颖超召集家人 给家人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讲话 周总理去世前究竟说了什么 一个十二岁的文工团员 又是怎样成长为金牌导演 读书与您分享著名导演邓在军的新书 《海棠花钱绽放的记忆》 《海棠花钱绽放的记忆》 各位好 欢迎我们一起来读书 刚刚过完年 大家年过得好吗 一般说来在过年的时候 也就是除夕之夜 我们通常有两件事情是必做不可 一件呢就是要吃一顿年夜饭 还有一件呢就是要看一看春晚 说到这个春晚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跟大家读书的这位嘉宾 关系是太密切了 有多密切呢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子 他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 他是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总导演 他指导了国庆四十周年大型晚会 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 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就编导播出了《东方红》 《白毛女》和《长征祖歌》 他指导的各类电视节目不计其数 在希望的田野上 血染的风采 冬天里的一把火 思念 同一首歌 无数的经典歌曲 是通过他的节目光维传唱 他是中国电视文艺的重要开拓之一 他就是著名导演邓赞军 掌声有请邓赞军 今天呢邓岛到我们这个读书栏目来 不是来导晚会来了 是你导我 是邓岛今天呢要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最新出的一本书 叫海棠花钱绽放的记忆 这本书是刚刚才出版的 刚出版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就坐下来慢慢聊 请坐 邓岛刚才我们看这个片子里面 春节联欢晚会您是指导过几场 五届 哪五届春晚 79年 79年 83年 80年还有 对 80 83 87 87 88 88 五届春晚呢 总导演 我们印象很深的是83年的这个春晚 79年就有了吗 有 那可能是因为到8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电视机比较普及了 对对对 大家能够看得到比较多 是 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 83年的春晚 大家都还想得起来有些什么特别经典的节目吗 比方说 马记的宇宙牌香烟 还记得吗 记得 83年还有那个王锦鱼表演的吃鸡 大家记得吗 对他那个吃鸡 你看你看 他们都都能回忆起来 就是83年有很多很多很经典的这个节目 对 但是呢 我们知道其实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 在83年的时候就还有好多 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节目 邓道就已经在这个春晚里面呈现了 比方说尼古一的香链 对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有时候是很有争议的 说它是迷迷之音 对 其实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但是当时怎么就 这个春晚它就上了呢 当中我们坐了点手脚 因为我们有一个电话点播 电话点播 实际上这首歌当时不允许唱 我们就说观众来了好多条子 要求唱这首歌 这样我们不就自然的就出去了吗 后来我们局长 哎呀既然过那么多观众要求 那就唱吧 就这么就唱了 哦 所以在早期做这个春晚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突破的 是 我们今天吧 现场专门请来了 两位在 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这个春晚 和邓岛合作的先生 这两位先生呢 大家见了面之后 可能一下子啊就能认出来 这样吧 我们用掌声啊 有请苏书洋 胡松华 胡老师 看见您就想起来赞歌 您是哪一年跟邓岛一起合作参加春晚的 我记得是好像是83年 咱们看一眼啊 咱们看一眼啊 好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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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唱得给电话 真有所记 现场专门高娃上去给您办舞 哎呦 这个很难得 当时怎么就 邓岛啊 想到就把他们俩捏骨刀一块儿 来做演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 专门高娃在八一场当演员 知道她是猛族人 所以这样的话我正好她唱的赞歌 就把赞歌和她结合在一起了 第一次用电影演员来主持来跳舞还是第一次 当演主持人是 电影演员先发交拜年 江坤提出来 让林子峰导演表演节目 林子峰导演说我不会表演节目 那个谁 斯金高娃替我表演吧 那她就上去了 上演跳什么呢 哎呦 这不是胡同娃老师吗 来来来来吧 干脆您唱我跳吧 这么着 就刚才在线的那段 我想起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时候您都那么年轻 邓岛就更年轻了 是 你看到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来导这个春晚 什么感觉 那感觉特别新鲜 用现在的话说 惨烂 光荣绽放等等 因为她本身就能歌善舞 邓岛原来是文工团 对 也是万金油 什么都干 我们当年都是文工团出身 一砖多能啊 等等 是五部分家 所以她能歌善舞 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 对 这么年轻 她能镇得住台子吗 那时候没什么镇不住 镇不住 我的印象啊 没那层关于 就是一片真情 大伙儿 一片真情为大伙儿拜年 为全国各民族老乡拜年 那您那个时候 跟邓岛接触 您对邓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老北京都人缘 这个人的气场 他东西南北 他的朋友特别多 各民族 各地区 东南西北 谁都跟他挺好的 所以他才能够 跑来那种好的节目 对 把它组合到一起 而且就是这么多年 就一直接地气 没错 您是 我看 83年的春晚 您是第一次上春晚 但是到苏先生 苏书阳 您接触这个春晚 或者接触春晚 是已经是87年了 87年的春晚 那个时候 中文电视台的春节联欢网会 第一次出现了总策划 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么苏书阳先生 就是87年春节联欢网会的 总策划 他是总导演 对 那一年是影视 合在一起 电影界 电视界 合在一起 我作为电影界的人员 来的 当时第一次出现那种 电视小品 来的这些小品节目呢 大部分都是舞台上的小品 舞台的表演是夸张的 电影的表演是缩小的 就是 那么电视就要找一个 合适的分寸 他是在舞台上又要放电视机上 最早有一点小品味道的是那个 产房门前 产房门前 那是第一次的电视小品 在之前那个吃鸡也有点小品的意思了 那是 那是 那算什么 雅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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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动作很夸张 那么电影和电视的表演 分寸是要收一点 应当说87年春节晚会的电视小品 给今天的电视小品定下了一个表演的基本的调子 大人 有情况 我饿了 饿了 哎呀 行行行行行 这吧 只要你给我整一个胖孝子 那就是伤田烂月 瞎合着别 我都能行 你看 咱现在又钱了 你说 你想吃啥 几单狗不吃 牛奶咖啡 哎呀 那不吃 对对对 不吃不吃 哦 吃啥 哦 对对对 咱不吃我 不吃我 咱不吃我 真棒 那你说 你想吃啥 凉味 不是 丑伯啊 你咋是个球名心 我就是买凉粉的 你还给我职工 行行行 你不要省气 行 那给你卖一碗凉粉 再给你抓一碗合卵 行的吧 行 多放些喇子 不跟说喇子 你要吃醋你 我不是要吃醋 哎呀 爽而辣女 女也要吃醋 心里把象的醋 心里把象的醋 我刚才听说我笑了 在坦房门前 苏苏洋也乐了 为什么呢 他们陕西人 吃和乐 是一道 他们的名菜 和乐是他们的特色 我不懂 我是重庆人 我不懂什么是和乐 我就问苏苏洋 他说 哎呀 小带 就是你们四川的凉粉 我说凉粉 大家都懂 干嘛要吃和乐 结果所以导演的权力就很大 我一笔就给人勾掉了 然后就写了个吃凉粉 刚才一说吃凉粉 所以我就想 郭达就想是吃 对 去跟他买凉粉去了 对 实际上他说 我饿了 我要吃和乐 第二年我在搞春节晚会的时候 我到了去采访节目 一个老板就一定要留我吃晚饭 而且要亲自给我做和乐 哎呦 当时我真的 有地缝 我就想往地缝钻了 就感觉到自己姿势面太窄了 您的意思是说 就应该保留和乐 不应该改成凉粉 对 因为完全说的陕西话 陕西的一个小品 但从此以后 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导演 应该知识面光 应该是个杂家 所以我觉得我永远学不够 节目里头永远觉得自己有不足之处 有时候我在想啊 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越做越好 可能也拥有反思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我读您的这本书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一直不停在反思自己 我做了那么多的电视节目 我应该怎么样 这点真的是让我们后辈啊 晚辈真的是很感动 他七年的清晚 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是相声 虎口 虎口想想 哎 虎口想想 这么乱琢磨着呢 上边可乱了 这个好 来人呐 快救人呐 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还有人给我打气 哎 哥们挺住 我听什么 挺住 这是什么地方 我挺得住吗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们下来挺我看看 哎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 有个老大爷跟我说 孩子 大虎得有个家伙 来 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 兄弟要刀吗 大嫂这有水果刀 你瞧这两件武器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让我踩着往上爬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 让我抽一口心提提精神 我为什么对这个相声印象特别深 我是觉得他讲的内容 他表达的那种思想的深度 有很大的突破 江坤为主演的这个相声 费了多大劲 最后在导演的坚持下 从导演讲 后来删的只有四个包袱 后来江坤为这个事 对我有意见 我们当时看了相声以后啊 觉得这个材料非常棒 我们说一定要用 但是呢 他里头有几个包袱啊 没有抖响 就说没有批 比如说公共电话 就没有批到位 讲大家应该守公共秩序 有道德 不要把公共电话弄坏了 要爱护 结果等人掉到虎口洞里头 打电话 哪个电话都坏的 就批 就是 怎么说呢 抨击的 抨击这种没有社会功德 没有抨击的 不够 那你这样我就让他改 改了一改 因为不能让他老 全改啊 全改他就可能改毛了 这样就那一段你改改 最后他拿来让我们看 我说还可以了 但那一段你再改改 他就有点不太乐意了 最后连改了三次吧 是 最后还是努力给他保存了很多 就是随着这个虎的这条线 这包袱基本上都留下来了 我跟您说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 能做到如此 是很不很不容易 是 这个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作为就是普通的观众 看了之后就觉得他有锋芒 一个相声 能够有自己思想的锋芒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印象深刻 80年代开始 春晚渐渐的成为了中国人的心目中的这个记忆 中国人的记忆 但今天你们一起来跟我们又回忆了那个年代 做春晚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一切 又让我们的关于春晚的中国记忆里面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两位 今天特地来到我们的读书 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历史的瞬间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苏树阳先生 感谢胡宋华先生 谢谢你们两位 海棠花钱艺术 记录了邓赞军五十年导演生涯的精彩片段 在他指导的节目中 创作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歌曲 而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些作品 邓赞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会会楼底下又来电话 邓岛你再欠权你我就图分你了 身为周总理的执席 海棠花钱艺术 更是披露了许多鲜为人质的历史细节 周总理去世后 邓颖超召集亲属传达了总理遗嘱 周总理的遗嘱究竟说了什么 你伯伯在知道他不能挽救的时候 一再叮嘱我 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预定的 读书正在与您分享 周恩来执习著名导演邓赞军的新书 海棠花钱绽放的记忆 春节联花晚会被称为是造星的梦工厂啊 呃这样吧 究竟有哪些呃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些大明星们 他们是从春节联花晚会走出来 而且是跟邓岛一起合作走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子 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里 邓赞军为我们奉献的不仅仅是一台台精彩的晚会 更有一大批从这些晚会和节目中走出来的歌舞明星们 就是说在88年的春节晚会上 邓岛呢 邀请了我来参加这个春节晚会 令我夜之间从一个生瓜蛋子变成了 嗯 很多观众都熟悉的这么一个歌手 然后这首歌也在夜之间在全国广为流传 从此以后呢令到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 玩完了 大小火的一把二十多斤 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我的副作家想 就是我们邓导演刚好在 江宽把他留住了 来上春节晚会 我说我这个还没有主题思想 我说政治思想行不假 我说谁说的 我就要给大家带来分路 报告这样写啊 怎么写呢 领导 猫 邓两人就 也是第一次用我 我也是第一次被电视用 或者说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和观众见面 当然了 这什么都是第一次 心里就比较紧张 我就气着我俩嘴儿只哆嗦 哎呀 头发爆汗 说这么一段啊 哎呀 这大汗淋漓的 就一个就是擦了 官党妈妈好 您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优秀的艺术家 那么这个女儿只是您其中之一 没有这个邓岛的妈妈的这些努力 母后的这些支持 我的视野很难想象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跟邓岛合作呢 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内地上中央台 春晚87年 他们当时是给邓岛一个指示 就说费翔的这个第二首歌呢 就是给他特写 或是最多最多上半身 可是邓岛呢 在当天晚上的直播上呢 他绝对就是咬着牙说 不行 我们就要给他全身 全紧 然后呢 就把整个节目呢 就这样子呈现了 在直播的现场 一直到今天 我还是要感谢邓岛给我的机会 我相信呢 在电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是因为邓岛给了他们第一次的机会 所以才会有今天 大家看到有那么多的明星啊 您可以说是发掘了他们 刚才我看到费翔 他说那个故事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 就是讲到 其实费翔当时来唱歌的时候 可能觉得他跳舞 就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 就是太disco了是吧 所以不让 不让跳disco 不让跳disco 那您怎么就胆这么大 就硬是要让他跳 还得给他沉井啊 其实也是跟领导有交流的 刚开始领导规定 从那一年开始 一个演员自允许唱一支歌 因此我选了故乡的云 为了两岸出情 再选一首歌 领导不同意 后来我们说 哎呦 节奏太棒了 就是东西里的一把 对 领导听完就说 哎呦 太长了 能不能把节奏剪了 我说这样吧 领导 让我来处理 我一定让他处理的有 紧凑一点 所以我们就跟他商量 能不能你设计点动作 他说好的 那设计一看了 呦太棒了 那么刚健 但是我吓得不敢 让领导审查 一审查就给我闭了 那怎么办呢 干脆排练的时候 你不要跳 等直播的时候 你再跳 就这么一来 现场我就出事了 第一个领导 第一个电话是 谁让你切全景 不准切全景 那不就看不着要跳了吗 后来我们另外切换导演 副导演说 哎呦挺好的 我说那你去切 照样全景出去 过一会儿 楼底下又来电话 邓导 你再切全景 我就处分你了 哎呦 这严重了 要处分我了 咱们别切全景了 所有的那一段镜头 全是中景 中景 不同角度 但是没想到 这个节目一路 观众 尤其是年轻观众 喜欢得不得了 从此打开 必须的职业 这是您的智慧 这个不叫狡猾了 这是智慧 我在读完您这本书之后 倒是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 每一个普通读者 他都能从这本书里面 读到不同的东西 我作为一个电视人 从里面也读到了一些东西 就是怎么能够 坚持自己的一些 艺术的理想 然后同时怎么能够 有更为智慧的工作方法 能够让这样的 艺术理想得以实现 一个导演要有创新 创新以后 你要认为准确的 立正坚持你的说法 来说服领导 因为你想了 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对 而且要不断的创新 对 所以这个书里面 有一段话 我觉得您讲的是挺好的 您说这个世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 但是做一个导演 对自己编导的作品 也不会有完美和最好 只能不断的超越自我 追求更好 满足就是停滞 停滞就会倒退 这是我导演生涯中的一点体会 谢谢 我就是想到很到位 在邓在军的导演生涯里 捧红了无数的明星 他将与这些明星的故事 写到了海棠花钱艺术中 身为周总理的执席 海棠花钱艺术 更是披露了许多显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周总理去世后 邓颖超赵级亲属 传达了总理遗嘱 周总理的遗嘱 究竟说了什么 你伯伯在知道他 不能挽救的时候 一再叮嘱我 这是我和伯伯 在十几年前 共同约定的 读书正在与您分享 周恩来执习 著名导演邓在军的新书 《海棠花钱》 绽放的记忆 邓岛和很多的明星 跟他们合作过 就在他们没有成名的时候 就跟他们合作 然后发掘他们 那么今天呢 和邓岛合作的两位明星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现在呢 就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 颜维文 蔡国庆 下面后场好久了 后着呢 一直在听邓岛在讲 这个充满着激情的岁月 然后看到好多 我们的同行讲述的时候 我们俩在底下 真的是岁月不饶人 但是回望过去的岁月的时候 我们都感受到 邓岛对我们的艺术 对我们人生而言 就像母亲那样 给我们每个人给予 最真诚的 最毫无保留的那种关爱 真的忘不掉 忘不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为情感而来 为爱邓岛而来 我们俩分别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跟邓岛认识的 然后跟他合作的 我跟邓岛是 真正合作 是1988年 但是88年以前 实际上我们是在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 一直不看那节目 在违法参加一个演出 然后邓岛带着一个剧组去选节目 然后在那我见到邓岛 然后邓岛就说 小伙子你上我的晚会吧 小伙子 那个时候很小 那时候88年吧 31岁 31岁 你参加我的晚会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说实话 对于每一个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讲 能够登上央视的春节晚会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遥远的事情 而且当时88年 我们还确实还是很嫩 还没有名 然后真的觉得像做梦一样 后来还就是88年的时候 春节晚会让我唱了一首独唱 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天天啊 说实话这么多年都没有跟邓岛这么直接的什么 每次都是忙忙叨叨把工作一完成就是什么 但那一次以后我真的是从内心特别感激 我觉得这个起点非常重要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你做了很多铺垫做了很多努力 在这个时候特别特别需要有人来提携你 有人来推你一把 这把如果没人推你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有个十年再有个八年 但是这个八八年自己推你 可能你就少了很多的这个路 真的是这样 我们其实这些年就是这么多年 结束导演应该说非常非常之多 你只要跟他合作过一次以后 你会把他当一个终生永远的一个朋友 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不把他当导演了 但实际上他是你心目中最最崇高的导演 你当时一直怎么跟国庆又 国庆乖着呢 所以在邓岛心里 我不仅是一个歌唱演员 他也把我当乖儿子带 刚才我看那个短片的时候 包括在后台 我跟颜哥在说 你八八年就上邓岛的春晚了 你太牛了 那你是哪一年 我是九一年上的春晚 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幸运 没上过邓岛的春晚 但是呢我始终不会忘记 在九零年亚运会的时候 邓岛当时在工人体育场 搞了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晚会 叫亚运前夜 当时集中了流行歌星是最多 集中了流行歌星最多 几乎我们那个年代的最一线的流行歌星 全部都上了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邓岛的那次 亚运前夜那个晚会上 让我坐着那个敞篷的轿车 绕场一周唱了一个歌 哎呀那叫一个牛啊 风光 那叫风光啊 然后因为 因为很多这个演员 比如说有在舞台中央唱的 但邓岛那会你怎么就决定 国庆你上这个礼宾车 对啊 就是是不是因为就是你跟他关系好 也当时观众特喜欢他 那是我们帅哥 哎哟 对 所以邓岛那时候你得这个 走向这个外人体育场 走向各个看台 让老百姓看到你 然后就会高兴欢呼啊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敞篷车上 那叫你威风的不得了 边唱边扶那个把杆啊 环绕一周的车还把握的时间特别好 正好绕上一周歌也唱完 这就是邓岛的这个创作水平 他总是有创意 对 以秒来计算 哎呀 精准不差 那随后我参加了好多邓岛的 好多的晚会 所以对邓岛那种感情呢 就像严格讲的特别对 就到后来我们不把 我都不叫邓岛了 我都直接叫邓妈 或者老娘好不好 就是那种感情是非常的真诚自然的流露 确实也在 一直在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 就为什么会跟一个导演 会要最后能有那么一种 那种真实的那种真正那种情意在里面 我想很多种原因 包括邓岛他自己的经历 是他最后他形成 他的这个独特的人格的魅力 对的 无论人家自己 人家在业务上的水泽 和他这种艺术上的造诣 倍是有多高 但是他能够 能够心平气和的 跟你一个小演员 跟你一个大演员 跟你老演员 能够来跟你说 你永远不会看到他跟人发火 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看到过 没看到过 他总会跟你商量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实际上 他说这个行不行 你一定说绝对可以 我认识的很多女导演都说骂人 哎呀就是啊 那会会很的 那绝对不会 他会永远是跟你消息息的 心灵气和的 哎 小演啊 你看这个这样 我让你这样 你看行不行 这个这个 把我花的我真想往下面 没有 但是我感到真的 在电视界那么多年 我真的我感到很幸福 所以我在书上面的写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视导演 真的能为这么多观众服务 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如果有来生一个人 我还想作为电视导演 因为我的成长 绝对不是我有多大本事 我是他们很有本事的人 都是精英来参与了我的节目 所以这是共同的努力 不是我有多大本事 他们有本事才能称投到 我有本事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 然后我跟邓老的家人 也成了特别好的朋友 就那种情感呢 我觉得是我们那一代的演员 跟邓导 只有跟邓导这样的大导演 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 我知道邓导呢 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家人 我那时候感情就变得更加浓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我十岁的时候啊 我就唱过一首歌 来讲你跟编导说说 把这首歌给我放来听一下 十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这样 为什么给你感情深 你听听歌词 周总理来到早年过 被总理带到空里 这是你唱的吗 十岁红声 十岁 你现在还可爱 十岁 你只叫你跳中 这是女孩吧 这个女孩啊 这是我十岁 在中国唱片社出了第一张唱片 就收录了这首歌 所以如果说跟邓导的那份情缘 就可以追溯到 我带着红领巾的时候 我就唱了热爱周总理 而且今天我还把这样唱片带来了 给老妈做礼物啊 谢谢 这首歌就收在这个唱片里 好漂亮 今天其实还是让我们很感动 因为尤其在这个商业化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免会掺杂很多其他的因素 特别纯粹的这种关系 或者说那种激情飞扬的年代 恐怕是已经远去了 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你们 还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了那个年代的纯粹 那个年代的干净 和那个年代的激情 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 也非常感谢 所以在这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执席 邓在军在海棠花钱这本书中 用盪量篇幅记录了与伯父伯母相处的点点滴滴 周总理与邓颖超怎样给吵架的小两口做工作 邓在军又为什么对周总理心存愧疚 我一直是很觉得很欠疚的 因为总理呢 特别希望自己的侄儿女辈能找工人呢 周总理去世后 邓颖超召集亲属传达了总理遗嘱 周总理的遗嘱究竟说了什么 你伯伯在知道他不能挽救的时候 一再叮嘱我 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奉通预定的 读书正在与您分享 周恩来执习著名导演邓在军的新书 《海棠花钱绽放的记忆》 其实刚才国庆聊天的时候聊到一点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 就说他会因为这个邓岛是周总理的家里人 所以会更尊敬这个邓岛 其实是这样的 邓岛呢 他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媳妇 所以呢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很大的篇幅 写的是邓岛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 他们之间的这个家里人的故事 所以是不是这本书的书名和此有关 有关 书名叫《海棠花钱》 对 大家知道周总理的西花厅里面 西花厅种了很多很多各种颜色的海棠花 就是在周总理的住所 对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一起回头去分享书里面 和周总理有关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还要请出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周总理的侄子 也是邓岛的先生 周尔军将军 掌声有请 小心点 携手扮军行 携手扮军行 来 您在和周将军 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就知道他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 不知道 他给我提出谈恋爱的时候 我还去问他处长 他家里是什么出身啊 什么成分啊 什么家庭呢 这个他们的李处长说 小戴你放心 我们组织上给你保证 他没问题 那时候很担心 既然他没问题嘛 那就是什么都不问了 答应他就跟他熬了 就这样 你知道我调 从西南军区撤销 要把我调到海政文物团 调到北京来了 他就给我写了封信 说你到了北京 我们拜拜 周总理 会让卫士长去接你 我当时看了信 我就得傻了 什么拜拜周总理的 我说哪了 他怎么没跟我说呀 但是我一想 也好 接我去 我还没坐过小汽车呢 肯定用车来接我 结果没想到 他卫士来接我了 他自己骑了自行车 给我要了个三轮 我坐着三轮到了中南海门口 让我下来 进轮里面去的 那是第一次 您和周总理见面 对 第一次见了 我们的伯伯伯母 我才能记得起来 记得起来 见那么高的领导人 我还第一次 进去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正好两个老人都在呢 就问我 问了一些问题嘛 他就说 你家几个孩子啊 我就是独女 这个我们伯母特别 你说 哦 你是独女 你姓邓 我也姓邓 我也是独女 特别随便 特别亲切 我就思想上就松弛一些了 但是后来总理又问我 说 你们家是什么出身呢 因为当时我参军的时候 我很小 不懂得什么叫成分 什么叫出身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家 反正人家叫我爷爷 叫大爷 结果我们的分队长说 那大爷就是地主嘛 我说那就是地主 从此我们履历表就填了个地主 周总理问你是什么成分 什么成分 我说我们家是地主 他有点愣了 真想自己的侄儿怎么找个地主来啊 我也紧张 突然他说 他估计感到我紧张了 没关系 这个出身是不能选择的 但是道路可以选择 我们 我也是出身在于封建大家庭 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好好地改造 怎么我们我们呢 总理跟我怎么的 我一下就放松多了 我说你不也是大家庭吗 封建大家庭吗 其实为这个问题 我一直是很觉得很欠疚的 因为总理特别希望自己的职儿女辈 能找工人呢 能找基臣呢 找这些很普通的人 这个怎么突然来了个地主女儿 您为什么还要爱一个地主的女儿呢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她 好是我的心目中的理想的对象 怎么地主不地主 不存在问题 我还没有那么多的思想的说法 也还应该说 在那个年代 不看对方的出身的 那真的就是 真的是爱情 你看这个书里面 写他们俩那个感情啊 这好多好多的故事 就说是你们俩有闹矛盾 有一段时间就要闹掰了 后来是这个周总理给劝的 当时气得把照片都退回去了 他这有一个过程 因为实际上我们 从这个谈恋爱 到后来结婚中间 差不多有将近三年并没有在一起 四年没在一起 差不多 我一直在重庆工作 这样就几年没有见面 不像现在有什么条件 什么手机啊 什么电脑啊 什么 但是打个电话都很困难的 写风信的将近快半个月才能到 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些误会 就是我就希望早一点成婚 从赛军来说呢 他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在 公共团还是一个坚持 主要演员 领导上演员 他不愿意放弃事业 不愿意放弃 帮他走 重庆了也没有我们团 所以没有条件 来了以后呢 继续他的工作 有这么样一个客观的这个原因在那 后来嘛 都为这个事情吧 都有点不愉快 后来有一段干脆 重庆也中断了 可能也不放心 结果后来呢 是我们拜拜知道了 因为他到上海 那时候文工团都给领导们 晚上跳跳舞啊 教育我什么的 他就把我喊了一边 说你跟尔军怎么样 我就讲 我说我们俩老矛盾呢 我跟你们说过 你们婚姻是吧 应该经得出时间的检验 专门讲这个 后来到了重庆 又给他做工作 我们俩又开始 就你们俩 小年轻在那闹的时候 周总理还要负责 跟这个做完工作 再跟那个做工作 这很难想象的 因为他日理万机啊 有那么多事情做 但是他对家里人 那么细的事情都管得 特别爱护 伯伯那一次见面以后 半年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了 这是后来 这是 我们七八电影操 给我们拍的 那是在那个中南海 对对对 虚化厅前 然后走到现在 你们已经过了金婚了 55年了 56年 56年了 长得多漂亮啊 这家人我觉得 是不是 这是四个孩子 三个闺女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然后三个女婿 一个媳妇 然后还有两个孙女儿 对 是吧 哇 多好的一家人啊 周总理当年来说和 那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啊 后来你们会每年都会到新华厅去看伯伯和伯母吗 我说放假 不演出的情况下 我去中南海 看伯伯给伯母 礼拜天 我那时候就愿意回去 哪怕在假山上 站着玩玩 给我们那一妹妹玩玩 我都觉得特高兴 能给他们吃一顿饭 都觉得特高兴 像吃饭的时候 他不让我们给他盛饭 他说自己盛饭 应该自己盛 那就是自己盛饭 对对对 他不让我们给盛饭 另外吃饭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去了以后 因为人多了 就给我们加一个菜 一般都是两个菜 或三个菜一个趟 一般都很简单的 这张照片是总理 那个时候可能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对对对 它的原版 我看您书上说 它的原版现在在您那 对在我家 就是他提了字 这是意大利的摄影家 叫焦尔乔洛迪 他是73年 就是总理已经病了 接待意大利的代表团 这个人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 就是实际上在周总理去世之后 七妈也就是邓颖超 他把家人都聚到了一起 给大家开了一个会 在这个会上给家人讲了周恩来总理的遗嘱 据说是您还做了记录 对 我做了个记录 这个记录本带来了吗 带来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专门有这一段话 就是这是当时周总理去世之后 邓颖超召集家人 给家人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讲话 讲的这些话的记录 就是1976年1月15日 下午4点到4点半 然后就整个小本都是当时 对对 跟您抄的谈话记录 这是在总理逝世后的 七天嘛 七天 是正好开完追导会以后留下来的 我念这一段 念一小段 七八十来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 我用无产阶级的坚人性 高度克制我内心的痛苦 还要用愉快的精神 在伯伯的病苦中 跟他共同斗争 你伯伯在知道他 不能挽救的时候 一再叮嘱我 这是我和伯伯 在十几年前 共同预定的 死后呢 不保留骨灰 这个中间我审论一点讲 我们两人共同商量 相互保证 把我们的骨灰撒到 大好山河回土里去 由火葬保留骨灰 到不保留骨灰 这也是一场革命 这符合彻底 维吾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 你们难过 用维吾主义的观点来看 伯伯虽然肉体不存在 他的骨灰 在祖国大地河流里 作为肥料 为人民服务 卧之不灭 生生不已 你们要支持 福伯的这个行动 说实话 任导您真的很 很有福气 很幸运 真的是能够跟总理 作为他的家人 有那么深的一个交往 这种接近 这些东西记录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让这本书 显得沉甸甸的 我是带着琴来写的 带着我们两个呢 共同的琴 所以真的 我是什么感觉呢 为什么我觉得 读书有时候 特别有意思就在这儿 我们每一个人 只能经过自己的一生 这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在我们读别人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似乎就和他们一样 也经历了另外的人生 建设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所以读书真的是让我们 人生丰富 让我们觉得生活的更有意思 今天呢 是和我们的邓老师 邓导 一起来分享的他的人生 相信您也一定会有自己 很特别的感悟 好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谢谢我们两位 也祝你们幸福和睦 下次节目再见 一步为成 如何扭转了他的人生滚迹 并与文坛巨匠钱中书 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新梅这个角色 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光鲜亮丽的他 已曾流落街头 家世贤贺的他 已曾无辱谋生 聪明睿智的他 已曾荒唐度日 母亲如何靠书籍 将他引上正途 所以母亲先给我看的这本书 读书带您走进 英达鲜微人知的阅读室